最近各位吃到轰动全网的平民双瓜了没 怎么样瓜甜不甜呢 是不是争碎了许多人的三观了呢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期事件 毕竟这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果 说有一个已婚女子 当初在新婚前夜 趁着化妆之后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空档时间 身着洁白的婚纱和拼头玩花活 甚至是多人运动呢 最后被拼头拍了下来 发到了羁押群里炫耀 结果不慎资源外流 导致了新郎最终在其他群里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 上门找了个拼头理论 拼头还理直气壮的说 都是我咋嘛的 谁叫你老婆太美 啊 敬你太美 这一曝光 这个新郎成为了全网的笑柄 而这其中新娘子共是开创了当爹概率学的先河 这个女人啊就凭借着一击之力 让喜当爹不再是已婚男人的幸福时刻 也有可能是已婚男人陷入思考的哲学时间 这孩子怎么是个小黑孩呢 啊 哎呀 亲爱的你不要多心 我就是怀孕的时候多吃了一点巧克力 就很生气 好在现在当事人这个新郎疑似离婚了啊 要回了这个彩礼 但是确实是这辈子当事的这三个人的名声就全崩了 是吧 哎 这个新郎头上估计鱼签都可以跑马了 另一位已婚女子刚是奇葩中的战斗机 自己靠着老公补贴上学 好家伙 背着老公在学校里一栋战乌龙 妈个今儿你以为你是哪吒到海呢 后来这位奇女子就向闺蜜吐槽了 哎呀 我早就想跟她离婚了 只不过是因为我没钱 她给我钱供我上学 供我玩 那我就结婚了 其实我早就想跟她离婚了 没好意思开口 结果老公发现了这个事 翻了铁栅栏 跑到学校里跟她理论 结果 今年 不是不是 今年都没这么勤奋 这名女子自然是不敢出来的 于是五名同行一起上阵 把老公挡了起来 结果五打一还没打过 老公都掉了一只鞋 还在校园里继续狂奔寻找 最后更神奇的是 当事女子经历了这起事件之后 被骂的同时 涨粉直逼百万 你给我的屌 就这操作 那叫1666 于是就有人评论的很好 说这些秦女子 宁可苦自己的父母 苦孩子 苦老公 苦天下人 也不要让自己苦逼 那如果你认同这种说法的 请打个困钉 你有病 然后经过我这几天 不断的在瓜田里当茶 这两起事件都出现了一个 忧忧的问题 那就是 就在这几起事件 每当爆出有视频证据的时候 总有一些女子 利用自己的身体 做筹码 混入到了这些不雅视频当中 就让人难辨真伪嘛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些人 要如此牺牲自己的明节 也要趟这趟浑水呢 很简单 为了红嘛 是吧 为了有机会通过牺牲 来达到一夜爆红的目的吧 最次最次 也能挣一波块钱嘛 这不就是有无数的前辈 通过这样的牺牲 挣到钱了吗 至于道德风气 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以金钱论英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有什么样的风气 就会带动什么样的行为 我们这个网络上呀 屏幕上都充斥着各种 离经叛道的什么明星网红 他们的存在 就是在冲击着我们几千年来 留下的传统价值观 他们的高曝光 高收益 就是在刺激着无数后人 放弃了最后一丝底线 追求刺激 寻求快钱 而冲击的最快的 破坏的最狠的 就应当是传统婚姻观 很神奇的就是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 实在在进步 我们秉持着的 对传统 去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原则 造就了一个 很奇怪的社会现象 我们的这个社会 越来越文明了 但是一些人做的事 却越来的越回归兽性 前面的两位女性 就是典型的 新式婚姻观的代表 就是只要我想 我就可以 婚姻不过是让我有生活保障的手段而已 能有今天这样的婚姻观呢 不是一朝一夕就养成的 那必须就是耳濡目染呢 于是乎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这个系列节目 我取名为人物质爱情片子 我问你 我们就看看近几年 作为公众人物的一些大明星 他们是怎样用言传身教 来为我们诉说的一个个渣子的故事 本期节目所有人物 事件皆为虚构 毫无现实中人物原形 请勿对号入座 如有雷同 那纯属就是郭玉玲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要问娱乐卷 最出名的渣男有谁呢 那如果这是一个奖项的话 估计大家会提名虚假恩爱的陈鹤 天降大儿的华晨宇 下头渣男于小童 光个宝子的陈祥 婢女大娃的阮晶天 丈夫行凶的徐开成 小叉挺紧的赵某某 这个过去的我们就给他留点脸吧 总之这个渣男年年友 一代更比一代强 而引起我最生理不适的 就是成天露着个大门牙 在电视上装傻充愣的 所谓好男人 大松鼠是吧 老式人 郭玉玲 没想到吧 这个系列的主人公统一都是郭玉玲 对吧 我自己干的这些下三岸的事 我还不能自己 谴责一下我自己了 你总不能告我说了自己 骂我自己吧 对不对 继续 那么这位郭玉玲老哥 可谓是树立了当代的一飞冲天 立马换丝儿的典范 就这位哥啊 长得不普通 做事很传奇 本可成为逆袭的案例 就非要成为那渣子的一员 可以说 知道郭玉玲抛妻的人呢 直到现在在大营幕上 看到他依旧会心里个影 没错 万里归途 我看到了郭玉玲的画面 我真的就想按快进啊 他就苦于没有遥控器 事实证明 你空有眼界 有个屁用 是不是 没品的人 照样是劣动货 极限挑战看过吧 哎呦 一开始刚推出的时候 咱还觉得这位郭玉玲 是啥无名多年 忠诚证果的励志典范 而里面给他塑造了 老实 勤快 节俭 重感情等等 正面人设 圈了不少粉 我对这歌是有印象 因为当时 他拍了一部 那个什么石头 是吧 里面狗障人士的那个角色 演的确实是深入人心 最终凭借着 出色的节目质量 郭玉玲火速 积攒了一大波人气 也是有粉丝的人了 可是人红是非多 猪红得下锅 问随着成名 紧接着又是 各种各样的通告 其中就是郭玉玲 还参加了知名情感 品评人 金星老师的访谈 里面的郭玉玲 真的是 大谈自己的好男人经历 哎呦 我直接好家伙 你就这么爱吗 你就这么温馨吗 就这么甜吗 比我的糖尿都甜 于是所谓 人欢美好事 狗欢挨砖头 桂林在一个个节目里 打造的好男人标签的同时 她的黑料出来了 桂林的原配 夫人姓魏 出于保护 我们就叫魏氏 要说这个魏氏 绝对算是一个绝世的贤妻 她真的就是一个 为了爱情 付出了所有的好女人 当然我说这种话呀 肯定有一些独立客观第三方的小仙女就不同意了 为什么好女人要靠男人来定义呢 其实我觉得开篇那两个已婚仙女就是好女人 对不对 她们只是为了爱情张腿 她们有什么错呢 好了吧 你们快夸我 那我继续了 当初的桂林家里可真是一穷二白呀 除了一张帅脸就啥也没有了 而且因为自身条件太硬核了 导致了自己根本就没什么活 套着自己本门的相手 不说是赚的盆满钵满 起码也就是穷困潦倒 濒临破产 别说爱情了 维持生活水平都还挺难的 而这时 与她青梅竹马的卫士 因为喜欢桂林身上的那点文艺气息 就跟她走在了一起 就又何文艺是不是 于是 卫士不顾周围家人朋友的反对 毅然决然的与桂林走在了一起 为了爱情奔赴婚姻殿堂 这还不算 考虑到桂林演出收入很低呀 已经是一位较为成功的律师的卫士 一人扛起了家里的生活开支 并且还安慰自己的老公 你长得这么美 所以一定不要荒废你的梦想 哪怕你在家练习时长两年半 我也能养你 而任劳任怨的卫士 终于等到了桂林 甲鱼打挺的机会 在2006年 桂林参演了我们刚才说的那部电影《石头》 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收获了大众的好评 哎呀这个人怎么演得这么好啊 就演的这个人 真就是跟德性一样 这个真的一样 而借此机会 桂林也借着同样是 因戏而活的朋友伯哥 他的帮助后续又出演了好几部反响不足的影视作品 这一下 郭宇林的脸就印刻在了广大观众的心中 而这时 郭宇林的宠妻人设就要开始立起来了呢 2009年 郭宇林在某一场电影的首映礼上 给自己的妻子卫士 补办了美其名曰婚礼的活动 说是要弥补卫士长达十年的遗憾 但是这场婚礼上 一没有婚纱 二没有钻戒 更没有亲朋好友的到场祝福 有的也就是那张旷世的帅脸 于是被感动的泪流满面的卫士 收到了自己老公郭宇林送的别样婚礼信物 一个胡腰啊 郭宇林美其名曰 因为我的老婆腰不好 我送的往往就是最实用的 我就是我老婆的经济适用男 就这一场 你不说你都想不到是婚礼现场的婚礼现场 卫士依旧被郭宇林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也许美好的爱情可能是卫士的样子 但一定不会是郭宇林的德性 因为他在成二之后的名语力 铃语肉的触碰中 彻底沦为了一个绝世渣男 缺得戴帽烟那种啊 而我们说过的那场 在金兴面前秀恩爱的事 就发生在15年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是15年7月的某一期节目 哎呀说得好啊 是不是温馨啊 就差在郭宇林门前立个牌坊了 大家都觉得郭宇林口中与卫士的婚姻 那真的是充满甜蜜的 结果反转还真就甜蜜的来了 伴随着节目的播出 有网友就看不下去了 是不是就直接爆料了 你个垃圾你别不要脸了 你真的爱卫士吗 你要是真的爱卫士 为什么还要跟他离婚呢 你既然离婚了 为什么还要在各种节目上 继续消费你的前妻呢 更何况你离婚的原因 竟然是你郭宇林出轨了 于是各路大神就开始了 倒查郭宇林出轨的时间线 看看那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是个什么玩意儿 怎么就跟爱妻如命的郭宇林勾搭在了一起 经查在2013年2月25日 他认识了比他小18岁 现在是他现任妻子的王三姐 两个人乐叫一相见恨晚呢 就很快滚在了一起 并且王三姐凭借着娴熟的业务 俘获了郭宇林的芳心 就这个活好啊 厉害啊 一看就跟职业的练过的似的 心随激动的郭宇林 就立马沦陷在了王三姐的温柔相中 无法自拔 于是果断的与原配卫士提出了离婚申请 而王三姐也是对得起自己的身份的 为了自己的爱情 他不停的在自己的主业 疯狂的攻击着原配夫人卫士 因为卫士长期为了自己的家庭操劳 攻七次搬家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全权操办的 导致了卫士的腰椎肩盘突出 而王三姐就直接转发了腰椎肩盘问题的视频 并且直接cue了卫士 并标注嘲讽到 转发给腰肩盘不好的请叫吻立峰 卫士的生理期不稳定 王三姐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职业病 于是就又开始吐槽了 哎呀 连大姨妈都会在你老去的时候离你而去 更何况是男人呢 但也别灰心 总有对你不离不弃的 比如坠肉 就在郭玉林与王三姐的男女混合双大之下 卫士终于是挺不住了 身心俱疲的他 终于在2013年8月 与他爱了小半辈子的那个男人 选择了离婚 看着郭玉林离去的背影 回望着自己逝去的青春与爱情 万念俱灰的卫士留下了一句 我庆幸在那年遇到了你 也难过在那年遇到了你 而郭玉林却头也不回的跑回了自己的那个温柔乡 第二天便也留下了一句 今天是一个一辈子都值得纪念的日子 凤凰涅槃 真搞笑 凤凰听了都得把盘子再捏碎了 我凤凰一世英明 怎么就形容了这个玩意儿呢 是吧 晦气 而得到了所谓的自由的郭玉林 活得那叫一个潇洒 首先就是在平台上跟自己的新夫人高调 什么嘟嘟嘴 什么秀大餐等等 然后离婚了仅仅一个月 就带着王三妻见了父母 也不知道他父母会怎么想 也许会想到能给自己家留肿后 也就欣然一笑了吧 毕竟自己的大宝宝的前妻 因为腰伤一直没有要孩子 这个腰伤怎么来的 那谁呢 我们往前 是吧 又不讲两亲 见 我们举四脚赞成 然后仅仅四个月 郭玉林按耐不住喷涌而出的激情 破素与王三姐细节连理 凑成了一段插夫插夫的假话 这是一道田口题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呢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王 在他爸爸抛弃了他原配夫人的一年之后 他降临在了这个世上 而他的妈妈 就是那个被称为王三姐的女人 而随着小王的降临 郭玉林激动的老力送洪 就看着这个儿子 别说道德良心 再不要脸的事 咱也不是做不出来 于是郭玉林迫不及待的 就在平台上分享自己喜当爹的喜悦 他说什么呀 他说 哎呀 我的肿很给我留面子 因为是个带霸的小子 然后 看着一旁露出欣慰笑的王三姐 郭玉林也是投来了欣慰的目光 老婆 谢谢你 以后我会对你更好的 咱今天就去吃好吃的 你说 你想吃啥 挖香吃高闪友 吃 吃大块地 两块够补 够了 谢谢公公 公公正好 从此郭玉林就在平台上开始了炫富秀幸福的道路 就两道菜能吃出一千三来 什么夫妻废片 炖吊子大肠刺身 脏心难费 吃什么就补什么 然后吃完了摸摸嘴 在平台上说什么 吊丝为了女神 豁出去了 我觉得你不是钱豁出去了 是脸豁出去了 而卫士看到了自己的前夫 已经在网上这么不要脸的秀恩爱 伤心欲绝地写下了几句滴血的话 带你功成名达 许谁花钱月下 毁教夫婿 蜜蜂猴 我以心缘异马 当我读到这几句的时候 真的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一股悲凉之风 是啊 纵有房屋千万户 可贪余生尽苦 奈何桥畔何人度 摇看迅哥脱裤 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再后来随着出轨的事瞒不住了 而且愈演愈烈 怎么办 像郭玉林这种本身有实力 但还是凭脸扯不了饭的人 一般都是会想得道歉的 因为就算他防了 只要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靠着自身的实力还是能解到戏的 道歉不过是晚个一点观众缘 办了 可是面对着郭玉林的道歉 有啥用呢 一点用也没有 他会后悔吗 显然也不会 他会改过吗 显然也不能 他只会愈演愈烈 更加的四股忌惮 人渣呀 就算是再有岁月的加持 再有时间的沉淀 到老了 不过就是个老人渣而已 显然郭玉林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 2018年 一个不幸的消息 悄然的在网络上不进而走 因为机遇成疾啊 未是患上了癌症 虽然与病魔一直抗争 可是这个不幸的女人 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命运的青睐 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而这时的郭玉林在干什么呢 他在热火朝天的宣传 参与录制的极限挑战 哎呦男人帮呦 哎呦兄弟穷呦 哎呦多多支持我呦 对于自己的发妻故去 丝毫不提 人呐没有良性啊 真的会很可怕 冷的让人怕 狠的让人怕 贱的让人怕 古早有人说人无贵贱 但是这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觉得人有贵贱之分吗 而这边在知道内情的人 缅怀卫世的同时 王家人也开始了公斗大戏 首先就是著名的 王三姐私夫旋转 首先王三姐在平台上喊话 说他作为我和郭玉林的 共同好友 请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 哎就真好笑啊 博哥可是郭玉林的朋友 没有郭玉林 也只不过是一个职业情人罢了 只不过现在转正了 就想翻身小三把歌唱了 你就成了上流人了 你还是上人流吧 大铁罐子医院找同主任 他欢迎你 而王三姐还在平台上 不停的点名归林 说什么三位有三 好家伙 你这闲音梗啊 李戴听了都拍手叫好呀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王三姐是真一气的 为了私归林 都把自己的身份定位的这么准确 怎料得原来是归林 这次纵马蹄枪 一次找了两个 好家伙 果然真的是牙好 胃口就好呀 你那辈儿牙 没浪得已 而后来 郭玉林直接抱住了和神秘美女共处七个小时的画面 好家伙 你也不怕郭玉林那门牙给你啃烂了 你把那牙当爬里呢 供你那块地 总之 一个愿一卖 一个愿一买 最后还能拍到了郭玉林 专程送她回家 也不知道这个王三姐现在人老色衰之后 面对着这些后起之秀 还能不能保住自己举腿投降后换来的幸福 紧接着又有知情人出来爆料了说 原来 郭玉林和王三姐早就分居了 至于为什么呀 俩字 剩钱 哎对 就是抠 人设照进现实了 起初郭玉林还舍得为王三姐花俩钱 什么高端奢侈品之类的 买买买 可后来 郭玉林看到了花枝招展的王三姐 突然觉得 他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 不是抖我的脸呢 于是就开始很少给王三姐花钱了 可王三姐好不容易做卖身人才换来的取款机 就就就说不给钱 就不给钱了 啊 就这口气 他咽不下 于是王三姐就和郭玉林提出了分居 各玩各的 可能是最终自己的作妖 确实是为郭玉林带来的打击 毕竟存亡 铲 一根绳上绑着两只蛤蟆 对不对 于是王三姐删除了 说郭玉林出轨的动态 同时还嘲讽了吃瓜看客 说什么 行啦 各位哥哥姐姐 别再补分捉影啦 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看给你们开心 我们很好 不劳你们费心啦 好家伙 这下人们才知道 原来王三姐不光会开自己的扣子 还会开玩笑呀 但是相比于这些玩笑 王三姐这个人本身更可笑 你们觉得呢 而这时候又有知情者来说了 不好意思 我是卫世的妹妹 你们误会郭玉林了 原来在卫世生命最后倒计时的时候 是郭玉林一直陪伴在卫世身边 正乎她 当大众觉得郭玉林还有点最后的良心之时 又有人扒出了这个所谓的卫世的妹妹 其实是假冒伪劣产品 只不过是郭玉林趁着卫世去世 无从还口之际 赶紧找出来这么一个主 试图挽回口碑 也借此鱼目混珠 那么对于这件事 我们不论真假 我就想问 一个抛弃发气 然后跟小三肆无忌惮的 在平台上秀恩爱的拉起 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这些行为 会对毫无过错的前妻 造成什么伤害的自私渣男 一个刚离婚 就马上称自己什么 凤凰涅槃的实力派演员 就这么一个自私的极致的男人 你们觉得他可能会良心发现 到最后翻人醒悟回去照顾 并重的前妻吗 我们不妄加揣测 我只是给大家发起了这么一个提问 再到后来 一代丑男实力派的郭玉林 依旧可以在最近的荧幕前 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 甚至还登上了年三十软会 近期作品依旧是不断 就不经意发声词 这个时代怎么了 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吗 为什么像这种当次尘世美 反而过得更好了呢 我们从不宣扬什么因果 我报应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也喜欢看到现实报这样的爽快结局 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 那些没有底线的毫无道德的自私鬼们 他们往往过的 却比许多劳苦大众更加的滋润 更可悲的是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在公众面前炫耀着自己的成功 向人们展示自己奢华的生活 香车名表大房子周围积压重群 当我们满眼都是这样的成功的典型 试问怎么可能没有心动的人会去布他们的后尘呢 当大量的后起之秀以伦理钢厂为踏板 突破了底线一步登天之时 我想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未来 于是盛产榜样的娱乐卷呢 一次又一次的出土了不少爵士扎人 而下一期我们就讲一讲当时轰动宝岛的 为了出道怒逼初恋女友大台 并毁了之后女友一生的传奇偶像 莫惊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